我才四十多岁,怎么就得了长癌,还是晚期了?让王先生懊恼的是,仅仅半年前,他的体检状况一切正常,特别是几个肿瘤标之物,没有一线异常,怎么只有半年时间,晚期肿瘤就早上门了。 王先生的悲剧并不是孤立,在各大的体检中心以及肿瘤科,那些只看重肿瘤标之物,而忽视相应影像检查的病人并不少见,当他们确诊癌症后,都会忍不住抱怨,为什么体检使肿瘤标之物检查正常? 肿瘤是什么时候跑出来的?肿瘤标之物的障眼法,让他没能早早发现肠癌。 王先生是一家国体的中层领导,身材薛瘦得他工作很忙,不过王先生很注重每天的饮食,工作再忙也要保证按时的一日三餐。 半年前,单位组织的体检,已经步入中年的王先生,把每年的体检当作一次大考,而这次的考试成绩很不错,除了肺部有些节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外,同名人开始出现的毛病在他身上一点都没有。 这其中,就包括肿瘤标之物,王先生检测的肿瘤标之物共有五项,这些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。 这样的体检结果,让王先生放心了大半年,直到一个月前,王先生出现了频繁腹痛,以为是胃不毛病的他,吃了几天胃药都不见好,这才向刀上做检查。 直到做了肠镜后,医生才在王先生的肠子里发现了肿瘤,火箭显示这已经是恶性肿瘤了,半年前体检完全没问题,怎么突然就有了肠癌,看到结果的王先生傻了眼,再翻出体检报告仔细看了一遍,肿瘤标之物正常,指尖也正常,肠癌到底是怎么来的? 这将省人民的医生仔细询问了王先生的病史,却忍不住摇起了头,你太大意了,其实你的肠癌可以更早被发现的。 原来王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位肠癌病人,翻出他的病例报告,发现养人的肿瘤细胞位置,都出其一致。 王先生有肠癌家族时,体检时更应该关注这个毛病,比如加上肠心检查项目,这将省人民健康促进中心主任胡佩英说,不幸的是,王先生属于肿瘤标之物不灭感的人群。 这项检测没法反映出体内的肿瘤情况,半年前的体检报告单看上去很健康,其实已经埋下了隐患,肿瘤多处转移,肿瘤标之物仍然正常。 在王先生身上,肿瘤标之物像是在施展障眼法,然后之后觉得王先生追悔莫及,而更夸张的例子,发生在71岁的毛奶奶身上。 他体内的肿瘤已经多处转移,可肿瘤标之物仍然在正常范围内。 在郝州市肿瘤中医肿瘤综合科病房里,毛奶奶正在接受化疗,床边陪护的子女细心照护着。 两年前,我妈妈莫名出现领导出血,上一查确诊是子宫内膜啊,我们很快就接受了手术和化疗等。 可现在,短时间内,又出现了肺和腹部领导转移,孩子们看着备受病魔折磨的老母亲心里,总隐藏着一丝自责。 如果以前能重视体检,尤其是肿瘤指标的检查,或许就能更早发现问题,更早接受说不定。 就不会发生转移。 后来还是该科主任丁继元,再查访,使得一番解释才让他们释怀。 重视每年的体检没有错,但也不能光看肿瘤指标。 在我碰到的肿瘤患者中,十个钟,差不多有三个肿瘤指标是正常的。 你们的母亲就是那三个钟的一个,两年前老太太第一次来坐实。 全靠15下肿瘤指标检查结果没一项异常,多数患者到了晚期,基本上都会在肿瘤指标上有所表现。 但你们的母亲如今已多处转迷了,肿瘤指标依然是全部正常。 丁继元说,从大数据看,肿瘤标志物和肿瘤确诊的关系,那么,肿瘤标志物的异常和确诊肿瘤之间有什么关系? 这将省人民做了统计,今年一到十元体检人数,六万九七百二十五人。 每一个人的体检套餐中都有至少四项的肿瘤标志物检查。 近七万人的体检中,有九十九人确诊出肿瘤,而其中只有十人的肿瘤标志物显出身高。 这将省人民健康促进中心主任胡佩英说。 换句话说,另外的八十九人的肿瘤标志物,没有出现重大异常,而他们分别是通过克拉、B超、长径等影像学检测发现问题的。 光看肿瘤标志物不能确诊肿瘤,为什么还要检查? 肿瘤标志物异常不意味着得了癌症,得了癌症肿瘤标志物也不一定异常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肿瘤类科陈佳琪博士说。 陈佳琪强调,肿瘤标志物在肿瘤确诊上只有参考意义,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体检中做肿瘤标志物的检查? 因为在临床中,不同的标志物,有着不一样的意义。 杭州市医体检中心的潘运峰主任说,有些人因为肿瘤指标,一点升高而乱了方寸,睡不着急。 焦虑过度,而有些人不当会是,积极会依,没按要求就诊。 这两种态度都不正确。 对于肿瘤指标,我们的原则是,个别肿瘤指标率为升高,不一定得了肿瘤。 应该正是,重视,理性对待,有时,炎症也会导致升高,所以过半月左右复查并动态观察。 集合其他检查才能明确诊断。 对于肿瘤指标二倍以上增高,进行性升高,几个只相同系统的指标同时升高,或者有肿瘤家族时,有肿瘤高位因素者,这几种情况临床意义都比较大。 为什么癌症发现都是晚期?因为很多人都在假装防阿,首先是技术限制的问题,其次是技术水平的问题,比如一死亡率最高的肺瘤位例。 现实中,中国很多地区检查肺瘤还在用X光片,要知道,X光片减出早期肺瘤的概率只有0,15%,非常低。 通常,X光片所发现的肺瘤,基本已经属于中满期了。 这是因为,43%的肺负面积和心脏、纵格的组织重叠。 早期肺瘤很容易被当作慢性炎症,而对于很多人来说,都是拍个正片就走人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上班族每年都有单位体检,却依然无法发现癌症的原因。 所以,虽然现状许多医学专家,都在呼吁科学防癌,可是过了这么多年,但很多中国人都在假装做预防。 人人必知的八种常见癌症筛查 世界范围内,关于癌症筛查的研究有很多,有的已经达成较广办的共识,也有相应的筛查指南或专家共识。 癌症筛查是一种更专业,针对性更强的体检方式。 哪些人要做,要做哪些项目,怎么做,都是有讲究的,也正是其与一般健康体检,的根本区别所在。 01肺癌筛查,千万记住用克拉X光片检测肺癌,由于其分辨率低,因此剑出率比较低。 如果胸部X光片检查诊断是肺癌,临床常常就已经到晚期了。 可以说,用X光片查肺癌,完全是在假装防拉。 专家建议,用高清克拉检测肺癌由于分辨率高,肺癌肿流在1厘米,甚至0.8厘米时即可被查出。 建议,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或有肺癌家族式的人,击检中把X光片换成克拉。 另外,更推荐大家用低系列螺旋克拉查肺癌,加深几个生物标记,检出率可以到90%以上。 02乳腺癌筛查,千万记住用乳腺目把,有些人认为克拉是万能的,其实并非如此。 当克拉用于乳腺癌检测时,存在灵敏度不高,对乳腺的特异性也不强的劣势。 另外,还有一些地方会用红外线检测乳腺情况,这个也不推荐,因为红外线检测不是按国际标准,机器的性能差,灵敏度低,误差大,并且医生的主观判断强,现在的大理都不用这个方法做检测。 专家建议,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筛查,首先建议通过乳腺目把照片来判断,相对于乳腺克拉,和此检查效果明显更好。 03公颈癌筛查,千万记住用TCT。 很多人一说检查宫颈癌,首先想到的是HPV检查,其实HPV是对病因的检查,真正有效检查宫颈癌的是TCT检查。 专家建议,TCT及液细胞层细胞检测,与传统的宫颈光片80图片检查相比,明显提高了标本的满意度及宫颈癌强细胞检出率,目前已普遍应用于临床。 TCT宫颈癌筛查,对宫颈癌细胞的检出率,能达到90%以上,同时还能发现癌前病变,微生物感染如霉菌、低虫、异元体等。 0-4前列腺癌筛查,千万挤入做PSA筛查,体检大家,一般会查腹部采抄,不过专家指出,腹部采抄根本查不出早期的前列腺癌,甚至临摄诊作用都没有,筛查前列腺癌,最好的检查就是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。 专家建议,50岁以上的男性,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项目,来排查前列腺癌。 PSA价钱更加低廉,是早期筛查前列腺癌性的最方便,敏感的方法。 05-10管癌筛查,千万挤入做内镜检查。 提到10管癌,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,做好的方法就是做内镜检查。 专家建议,推荐对10管癌到A人群先做普通内镜检查,并行使管棉膜点染色或电子染色内镜等检查。 如内镜下没有发现可疑病葬,则定期随访。 如内镜下发现可疑病葬,则进行活检病理。 根据不同的病理结果,采取相应随访复查和处理方案。 比如,轻度疫情分身,建议三年随访一次。 06-10管癌筛查,千万挤入做胃镜检查。 胃癌的筛查主要是胃镜检查,其他方法检出率都很低。 专家建议,胃癌到为人群可以考虑直接进行胃镜筛查。 如果胃镜检查发现可疑病葬,则取活检送病理学检查。 后续根据活检病理结果,采取相应的随访复查和处理方案。 07-截止肠癌筛查,千万挤入做肠镜检查。 截止肠癌筛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肠镜检查。 在很多体检中,很多人最不愿意做肠镜,往往会忽略。 专家建议,40N至75岁,分辨免疫化学试验,每年。 或高灵敏度欲穿木质分辨引血试验,每年。 或多把点分辨BNA检测,每三年。 结肠镜检查,每十年。 或克拉结肠成像,每五年。 或软式胃状结肠镜检查,每五年。 飞机肠镜筛查试验的所有阳性结果,都应及时进行几肠镜检查。 健康状况良好,预期寿命大于十年的成年人,应继续筛查至其15岁。 零发肝癌筛查,千万记住甲胎蛋白加B巢。 很多人体检时都会选择做腹部B巢。 以为这样可以查出肝部问题,其实很容易露诊。 专家建议,高危人群与肝病毒和货饼肝病毒感染,长期是酒,非酒精脂肪性肝炎,食用被黄区酶毒素污染食物,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,以及有肝癌家族食等。 年龄次十岁以上,建议考虑每半年筛查一次。 国内多数专家建议联合脚胎蛋白检测和肝脏超生检查,对肝癌刀维人群进行定期筛查。 发现异常进一步考虑克拉或磁控镇检查。 记住这些方法,千万别再假装查啊,今年你体检了吗? 觉得文章有用,广州日报,综合前将晚报,这将24小时,健康时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